像这种蓝色衬衫 如果搭的不好的话 它真的是很像那种工装 工作阵一卡上去 李总您好 资料请您看一下 欢迎光临 请谁一挑选 基础款的蓝色衬衫 怎么穿才能更有那种时髦的感觉 今天就提供给大家几个穿搭的思路 搭配白色的短裤 加这种卡西色的马甲 因为这一套我可能想走出来的风格 是有一点点帅的感觉 鞋子我就选择这种骑士靴 在配饰上我其实是准备了这种珍珠项链 整体的风格随意感的 戴这种长帽跟我鞋子做呼应 这一套就很适合出去玩的时候 日常穿就很好看 接下来其实这一套 比较适合的就是我们穿去见客户的时候 外面穿了一个小套装 鞋子用的是一个蓝色的 那是不是可以跟衬衫搭在一起 也有比较亮眼的感觉 这一套从上到下 因为有这个蓝色去做呼应 所以这一套不会感觉太过白 包包的选择 我就直接用一个白色就可以了 这一套就会比较适合的 就是淑琳的有气质的姐姐去穿会比较好看 你会觉得这一套就是如果把墨镜一带的话 就是那种学习特别好的女孩子 我选择的配色是蓝色加灰色 因为这两个颜色是比较不容易过时 怎么搭都不会错的 我其实在里面是直接再加了一个白色的T恤 因为韩系用的就是有一点点年轻 但是慵懒的感觉 一定要把领子开到这儿 它的整个橙色感看起来会更舒服 下半生我们就搭了一个灰色的裤子 披肩这个东西 我觉得它只是营造氛围感而已 可加可不加 那包包的选择我是建议大家有两个方向 你可以选择这种比较中性色系的颜色 或者是有一点像牛仔 它会让这一套看起来会舒服很多 不要选择黑色或红色去做撞色 它就打破了那种很舒服的视觉感 整个穿搭的感觉会让人觉得说 这个女生的性格很好 接下来其实这一套蛮适合大多数女生 可以借鉴的职场穿搭 白色衬衫加黑色的套装 其实很容易穿出那种死板的感觉 如果我们的气场不够硬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可以把里面的衬衫换成这种蓝色 里面这个衬衫不要把它塞进去 做成那种西装的甲两件 是不是整套风格它就会舒服很多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很万能的原则 就是怕死板 怕单调 怕老气 你就加白T 增加层次感的同时 会让你的那个风格往年轻的方向走 这套营造氛围就是轻轻松松去上班的感觉 再次感谢观看